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太阳正当午的时候 农民还在除草 汗水一滴滴地落进了河苗下的土里 想不到这饭菜得来如此不易 每一粒米里都含着农民的辛苦 闽农这首诗的作者名叫李深 生于公元772年 跟著名诗人白居易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时候是唐朝 如果李深活到今天就有1243岁了 李深在朝廷里做官 官职是国子助教 也就是国子建或太学的学官 工作内容就是协助国子祭九和国子博士 这两种官一起来教授学生 李深酷爱诗歌 不仅自己喜欢写诗 还号召大家要用真情实感来写诗 闽农这首诗啊 能够流传的今天 还有一个值得人好好去想一想的故事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话说有一年夏天 李深回故乡博州探亲房友 刚好遇到浙东节度使李逢吉 李逢吉正要回朝廷里 向皇帝汇报工作 路过了博州 两个人是一起考上进士的 有都喜欢写文章写诗 久别重逢 非常高兴 这天 李深和李逢吉一起登上了成东的官驾台 驾就是庄稼 河苗 水稻 玉米等等 望着台下绵延百里的庄稼地 两个人都心潮起伏 李逢吉赢了这样一首诗 最后两句是 何德千里朝野路 雷年千任 如登台 大义是说 如果升官能像登台这样快就好了 搜搜搜几下就登到了台子上 他心里只想着自己 希望快快地升官 他一点也没有看到 眼下的庄稼地里那些勤劳的农夫 李深呢 却被地里的景象感动了 他看到田野里的农夫 在火热的阳光下除地 觉得他们的生活太不容易了 就迎出了我们前边读的那首 千古流传的《闽农》 李逢吉听了 连连点头赞个 说 哎呀 好好好 这首诗做得太好了 一粥一饭 的确来之不易呀 可是 他刚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 农民们很不容易 却在李深作诗之后 才感受到呢 他是真感觉到了 还是假装感到了农民很苦呢 这段故事暂且说到这里 故事还没完 等我跟大家一起学习《闽农二十》 再分享后边的故事 你能猜出后边的故事内容吗 反正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已经觉察到 李逢吉和李深 是两种不同的人了 一个只为自己着想 一个却心怀天下 下面就让我们再回过头来 品味一下这首《闽农》吧 诗的题目叫《闽农》 闽就是怜悯的意思 闽农就是说可怜同情农民 为什么要可怜农民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句 除河日当午 太阳升起来很高了 已经是正午了 正午的阳光最毒辣了 对吧 可是这个时候 农民还在地里除草 要把河苗边上的杂草除掉 河苗才能够长得更好 第二句 汗水一滴滴地落在河苗下的土壤里 那得流多少汗呀 可以想象天有多热 农民们干了多久的活 最后两句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两句诗连在一起 不用解释 小朋友们都能够明白 就是说 我们的粮食得来不易 每一粒都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粮食 不要浪费 浪费粮食的行为 是可耻的行为 除河日当午 汉地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里是阅读中国 我是阅读大使马宗武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